我跟你們講 一個東西一定不能變 1跟10一定不能變 可是那個材料來講 你會可以因為你的材料而改變 你可以1比1比10 你也可以1比2比10 正常來講是1比3比10 所以你比較輕的材料 如果說我今天全部都是做玫瑰花 我整桶都是玫瑰花的當下 你要把它秤到1080一定擠不下去的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的是什麼 你看鳳梨皮 鳳梨皮那個有重量 西瓜皮那個也有重量 那個就一定要1比3比10 這樣有了解嗎 1跟10一定不能變 1是什麼還記得 好 那很好 這樣了解 然後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 你把它三樣東西加上一起之後來講 它會發酵 這樣你要搖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把它鎖緊 你們一定要把它鎖緊 才能搖嘛 它水才不會跑出來嘛 對不對 那搖好之後來講 安全的部分一定要注意 因為它會發酵 發酵氣體是很強的 所以說你們這個蓋子 就這樣子把它含 把它這樣子含著就好 這樣就連環都說 它氣體跑不出來 而且會爆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有時候 你們也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不倒翁 因為這個東西 它會因為天氣的變化來講 有時候會變化的很快 這個部分一定要記得 每天跟它搖 要搖的時候把它鎖緊 搖好之後 含著就好 含著就好 安全要照顧 然後 然後 以你們如果剛剛開始做的人來講 含著就好 因為你們會擔心說 它氣體跑出來 味道好不好聞 對不對 我跟你們講 你給它什麼東西 它給你什麼味道 你給它什麼東西 它就給你什麼味 如果說你今天這一桶 全部都是高麗菜葉 大白菜葉 掛菜的油來的時候 來講 這個經過三個月的發酵之後 這一桶都變成鹹菜米 鹹菜米你要拿來洗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有一點抗拒 你還要做到 整趟都很香的味道 當下來講 就是三分之二的果皮 三分之一的綠色的葉子 三分之二 這樣了解嗎 然後 你們會不會想說 如果說有綠色的葉子 當下來講 它味道會不好聞 所以說我就全部都用果皮 這樣子對不對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是不是 我跟你們講 這樣子可以 可是好浪費 為什麼好浪費 我跟你們講 剛剛有跟你們講過了 環保酵素可以很有效的殺死四種黴菌跟六種細菌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全部是果皮沒有綠色的葉子的時候來講 它只有辦法殺死四種黴菌 它沒有辦法殺死那六種細菌 所以說 一種最完美的環保酵素 它一定要加綠色的葉子 因為它是時間的一個產物 它必須要花三個月的時間發酵 你不要說 然後你們就沒有放綠色的葉子 那這樣好可惜 因為你三個月的時間發酵來講 它只有辦法殺死四種黴菌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說一定要加綠色的葉子 那如果說你真的很在乎它的味道 那你加綠色的葉子 你可以加什麼 檸檬葉 薄荷葉 迷蝶香 那個東西就你都不會給你啟味 而且很香很香 那其實我跟你們講 只要你們整桶來講 果皮有超過三種 果皮三分之二 綠色的葉子三分之一都很香 我今天有帶一些酵素原液 你可以給大家看看